星辰变,是现在大火的一部玄幻修真动漫,动漫中的主角非常有个性,凭借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设定让人热血沸腾 第一季也即将完结,而隐藏最深的反派也终于出场了,但在最新一集中却有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就是秦家的葛总管到底是反派吗? 葛总管是秦家的老人了,在秦家葛总管的地位也非常的高,他是秦德的新妇,他的出场次数虽然不多,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 秦德的这次四九天节带着葛总管与风玉子和天王中的高手一起去青莲山脉中度节 而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除了秦德的三个儿子之外还有天王中的长老,以及秦家的葛总管 虽然众人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但这件事情还是被向佳人知道,而且向佳还派遣了两位金丹琪的上仙来破坏秦德的晋级 在众人打斗的时候葛总管冲了出来要帮刘欣,也就是秦宇,葛总管表现出来的武力并不高强,他在对敌的时候有意放水 他被四方杀手中的一个人控制的时候,他当时的表情非常的奇怪,像是在用眼神在交流时呢 果不其然,那个杀手把他摔到了正在渡劫的秦德身边,当时的秦德刚渡过第三道天节 看到葛总管被重伤秦德扶起他的时候却被一边的风玉子分散了注意力,而葛总管也趁这个时候重伤了秦德 不得不说葛总管的心机深沉,在秦家前扶了百年,只为重创秦德 从葛总管的话中我们知道秦德对他有之欲之恩,虽然葛总管他把秦德杜劫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也重伤了秦德,但当时的葛总管可是有大把的时间刺杀秦德,不过葛总管并没有这么做,只是伤了秦德 而且葛总管也并没有透露出秦家有中品灵气的事情 星辰变,秦德发动祖龙抵挡的天节,小黑却能直接将天雷吃掉 星辰变动漫中看到秦德需要动用如此正式,也侧面反映出了天节威能之大 一方面,风伯伯仙是寻找到了天然屏障,用以削弱的降雷的威力 另一方面,更是几乎清净了秦家上下全部站立,用以帮秦德护发,最大限度的增加度结成功的概率 但是,秦德未能阻止清净之人中,出现了存有一心的管家,而更是将向家派遣而来的两位上仙,引导到了他们寻找的天然屏障之中 要知道,秦与父亲此时,正在面临人生之中最为艰巨的考验,是否能够顺利通过还不得而知 更不用说还能腾出时间,帮助风伯他们对付两位上仙 不过,即便是对方上仙武德,也是佩服秦德所处的天然壁垒,如若不是葛管家,即便是他们,都未必能够及时寻找到这隐蔽之处 并且其强大的防御功效,甚至能将第一道雷完全抵消,还未接触到秦德护盾,就已经完全消散 不过,等到第二次降雷之时,武德他们已然出手,利用自身力量结合天雷,顺势突破了屏障 而在这之后,秦德缺少屏障加持,而风伯与其他护卫需要对付向家众人 这也使得秦德能够依靠的东西少之又少,还未等到最后一次考验,就已经负伤 当然,不管是葛管家还是向家两位上仙,都没有料到秦德的护体祖龙已经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更是将其实体化成为金色巨龙,成功抵挡住了最后也是最强的一次雷结,但是自己却也是重伤状态 不过,等到对象换成晴雨,小黑两人时,杜杰画风却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小黑,与其说是考验,倒不如说一次盛宴 面对落下的巨雷,小黑直接是一口将其吞噬掉了,这等画面却是连晴雨也是目瞪口呆 而第二次落雷,小黑也仅是翅膀一挥,就将其完全阻挡 看到小黑如此轻松的杜杰,晴雨心中除去为她的高薪,也是不免暗自感叹,天生血脉优势,无法弥补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你们是如何看待,星辰变,动漫中,杜杰的考验 星辰变,晴雨心手村连剪三件宝物,第四件比流星类还强 最近改编自我吃西红市同名小说的动漫,星辰变,是彻底火了,本来玄幻类就有不小的阅读群体 加上动漫的高度还原,特效炫酷,这次在圈内,星辰变,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主角晴雨,由于先天丹田有问题,修仙基本是毫无出路,在这个人人修仙乾隆大陆那就是废物一般的存在 不过还好父亲心疼把她放在云雾山庄,打算让她平平静静度过一生 但我们的主角并不想象命运低头,于是开始了拼命的训练,新手村任务正式开始 有一天晴雨上山就触发了奖励任务,天上突然就掉下了一颗流星泪,看过小说都知道这是逆天改命的神器 接着第二次上山神器到手,无缘无故又从蜥蜴怪手里抢到了炼制神兵利器的石头 在这个乾隆大陆里经单骑一共有三个,可中品武器都连一把都没有啊 加上后来晴雨执行任务又顺路拿到了二块通天时,这细算一下主角短短时间就捡了三件宝物啊 这不连主角都感叹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其实这三样固然强大,但比起第四件那就要逊色不少了,没错晴雨的第四件宝物就是小黑 说起小黑来历就厉害了,他是神兽暗殿蓬王芳虫之子,是一指超级变异神兽 像小黑这种出身名门望族的神兽基本石们都不甘几年就能升级到妖帝级别 可能当初连晴雨都没想到,自己随便捡的一只鸟后来会成为他的强力辅助以及兄弟 不得不说晴雨捡的几件宝物,只有小黑才算是外挂斑的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